其实接下来是一个很劲爆的话题 因为我知道其实里面也都是玩乐队 喜欢摇滚的音乐人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一条消息 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无懈可击 亚洲巅峰音乐节 柯恩和软饼干这样的国际重量级的摇滚乐手 都是第一次亮相中国 所以他们其实到这来 除了带给大家很大的音乐震撼 也品尝了中国美食 因为舌尖上的中国嘛 我们先看一段他们的片子 然后回来说说你们的摇滚故事吧 好吗 听说今天是某重要人物的生日 我们祝他生日快乐 来看一下 无懈可击亚洲巅峰音乐节 由青阳去蟹启发录为您带来 看来Fried Dirt对中国料理有十足的了解 他来上海到底品尝了什么美味 火龙果这是什么情况 亲爱的不是带龙的食物就是中国特色 还有什么呢 小龙包是一定要去吃的吧 小龙包是一定要去吃的吧 后来两支乐队是吃了真不少哦 吃好了也要对中国的歌迷粉丝好一点哦 说到做到 以上台人品干就为粉丝带来了 show me what you got 满意满心 好听哦 可是我们中国粉丝还不满足 希望fred 德斯能像刚出道的时候 把帽子反过来戴 当记者替众粉丝提出这要求的时候 fred 德斯反而坐起来了 结果呢 结果呢 fred 德满足了粉丝的请求 还和粉丝邻居的接触 他对中国粉丝是真爱啊 而且而且 柯恩和软饼干都透露 以后会多多给中国月米带来福利哦 据悉 柯恩将在10月8号发行他们的新专辑 而软饼干的新专辑 也将在明年年初 与粉丝见面了 喜欢摇火你的小伙伴们 赶紧关注起来吧 游戏天地 软饼干科恩 下次见 上海参访报道